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有四個衛特區政府提供顧問意見的防疫抗疫專家 有港大的袁國勇 有港大的梁卓偉 不過他辭職 遲些就會去馬會做 然後就有中大的許樹昌 以及已經離任 去了美國回到美國 一位日本的專家福田敬義 中建華民意研究所的負責人 特區政府用壞了這些專家 譬如袁國勇說要人戴口罩被人笑到臉都黃 澄清說我不是叫全國市民戴 只不過是叫高危人士戴 聽完之後就會覺得 有道理用壞了那些專家 我覺得不單是袁國勇被用壞 幾乎所有都被用壞 因為那些專家 提供意見給特區政府 有些根本就不是 跟這個社區醫學有關的 純粹是病毒專家 在一個橡河塔裏面提供意見 跟一般市民的生活脫節 有些即使是社區衛生健康的也好 你發覺到 提出來的一些觀點 特區政府未必會 未必會 回應未必會用未必會采納 但有時你突然提出來 他們已經不做了 做了之後你發覺到 亦都是完全跟社會脫節 例如梁卓偉 是一個短型例子 早前 他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就說這個Omegon很可怕 聲音爆發 例如英國每天死1500人 特區政府要用果斷措施 馬上收緊防疫措施 這個說起來 已經是 前一階段 大概是月初的時候的事 到現在只不過是 10天左右 現在就再次收緊 這個數字 多方查證證明1500人 英國死1500人是錯的 每天死1500人是錯的 完全錯的 因為 在英國疫情最高峰的時候 死大約1300人 現在 每天死幾十人 或者百多人 現在的疫情 Omegon疫情已經 開始舒緩下來 看到那個走勢 跌下來 這些專家為何會用錯資料 大家又不出來澄清又不出來認錯 然後政府採納後 沒有說到這些資料 在哪裡 亦都有 政壇的異語 為何林鄭會收緊防疫措施 因為梁卓偉 給了這些資料 用WhatsApp通知林鄭 說英國的問題很嚴重 香港要注意 要果斷 那麼 是否這些專家是很兒戲 是否真的用壞了他們 今天梁卓偉又說話 這番說話又跟特區政府 又不同了 有些唱反調的味道 怎麼說呢 他接受這個 電台的訪問 他這樣說 他說 香港市民100%接種疫苗 也好 仍然有機會感染 變種病毒Omicron 因為Omicron的傳播力 非常強 是要清零 真的要清零 零感染 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任務 大佬 梁卓偉 你說要收緊措施 收緊措施的目的是甚麼呢 林鄭昨天見記者的時候 後面也說要通關 發夢他打算通關 清零的目的是打算通關 OK 收緊措施是打算通關 你告訴他 清零是不可能的任務 通關也是不可能的任務 他有沒有道理呢 我又不能夠因人肺炎 他說 內地對Omicron的疫情 雖然有實名制的健康碼 有封城 有小區排查 但仍然不能夠完全停止病毒的傳播 清零實在很困難 於是他就建議 他說 他說 其實用圍板 去圍住食肆的膠板擋住前面 其實他說 有甚麼作用 他說 Omicron 和Delta有些不同 Delta是用飛沫 我上一段影片說 Omicron認為是空氣 是用空氣傳播 圍著圍板 讓空氣 流通也成問題 不如 確實實 實施社交的取離措施 桌子和桌子之間有足夠距離 拆了圍板 可以重開6點到8點 早輪的晚市 足球場 網球場 高爾夫球場 這些戶外的場地 不需要停 這些體育場地 是室外的 可以重開 梁卓偉說 隔著這個圍板 隔板 只能防飛沫 Omicron很大程度上是空氣傳播 隔板就像屏風樓 放在很多屏風樓的酒樓裏面 反而令空氣 沒辦法流通 需要檢視 隔板是心理作用大於一切 這也是 我又是拗頭 隔板的措施是特區政府要命令定下來 你作為一個顧問 究竟這個顧問 是對著空氣說的大氣電波 還是對著這個特首說的 你突然提到說隔板沒有用的 意義在哪裏 跟著又說 政府推行疫苗氣泡是好事來的 現在即使打了復必泰 都不能夠免於感染Omicron 證明 疫苗證明只是通行證 然後 網民都這樣說 病毒不會在6點後才出來 希望人流少一點 不如改早輪晚事 例如6點到8點做一輪 城市要確保 乘客之間所得梳 拆除隔板更加安全 我覺得 這些專家說出來 我不想因人廢言 我經常說 一觸高打下去 用政治 立場 去判斷他講出來的事 我一向都不想這樣 我不想那麼武斷 但你突然覺得 究竟隔板 是誰想出來的 現在全部食肆都要推行 突然有個專家說 對不起 Omicron 已經不是飛沫傳播 是空氣傳播 所以要拆隔板 有沒有科學根據 究竟政府會不會采纜 是不是 這個科學處理是怎樣 他剛才說網球場 區育股球場 足球場 室外空氣流通 其實你問我 又覺得這些比較安全 市民去行山 或者露營期間進食 要脫口罩 風險也不是 沒有的 不過沒有什麼分別 去露營行山 認為可以教懷 人性化處理 基於科學 政府要讓市民有願景 如果疫苗接種率去到九成 大幅減低重症之後 有恢復正常生活的時間表 Omicron全力強 清零 很難 不可能的任務 大陸也不行 香港怎麼可以 他現在說 Omicron的病毒的繁殖率 即時繁殖率推算是1到2.5之間 每個患者 是可以傳播給多一個人 代表疫情仍然未受控 仍然很多人確診 不過有曙光 因為病毒的繁殖率 應該 什麼措施都不做 是6到10 所以 1到1.5 2.5 都是有效的 他就說如果不打疫苗 即使不打疫苗 Omicron也不會有重症 這個太武斷了 雖然英國和南非 多人飲染Omicron 但重症的人數較少 好像確診人數 和重症及死亡人數脫歐 但美國的情況並不是 脫歐的情況 為什麼會脫歐呢 美國 南非和英國三地都不同 以南非為例 南非以年輕人為主 所以他們死亡人數比較低 英國 打疫苗的人數是相當厲害的 第1針第2針到8成多 第3針到6成多 所以 大部分人都有抗體 英國打疫苗的人數 接種率相對比較低 年輕人老年人相對比較多 所以 死亡人數就多了 他就說 憂慮香港的疫情 尤其是長者的接種率是很低 確實是 打流感針 長者就去到八九成 在遠社那些 打這個疫苗 打這個新冠疫苗 兩成多 是很低 內地香港今天還可以看到沒有海潮式的爆發已經做得很好 要繼續咬牙筋 他說Omicron的病毒不容易引起肺炎 都是上呼吸度感染 上呼吸度感染也好 長者的死亡率 是年輕人高十倍的 你敢不敢試呢 這次 梁卓偉 梁卓偉這個說法 在某程度上是比較 理性比較科學 提出 要靈感染 要清零是不可能的任務 這是比較科學的 不過 現在香港 不是講科學的 大家知道政策不是講科學的 是講政治的 現在全世界都是走向與病毒共存 不單止 例如袁國勇也有講過 梁卓偉也有講過 有其他專家也有講 他說與病毒共存 接種率要高才行 才能夠減少 減低死亡率 重症率 不會壓 跨過醫療系統 全世界都是向這個方向 與病毒共存 前提 就不像 貪口爽的 電台主持人 YouTuber 大聲說 你看看英國 每個人都不戴口罩 都不知幾傷自己染到 染到就有抗體 用什麼打疫苗 這些完全是 說得是說的 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第三針打第三針要染到 打來做什麼 這些說得是說的 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我都不知多想染 染到之後又不死得 又變成百毒不侵 你就試一下 不要打疫苗 有病毒派對 試一下自己感染 早前 開疫苗 剛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去試 開疫苗派對 這個病毒派對 不打疫苗 跳舞 不戴口罩 跟別人有親密行為 結果 很多人都染了 結果有不少年輕人都死了 重症呼吸機 是嗎 我覺得這些作為有影響力的人 就不要說得是說 這是很重要的 說些東西需要有 有科學根據 才好說 現在大部分在醫院死的 很多都是沒有打疫苗 你說染到會不會 打疫苗會不會染到呢 不會的 打第一針、第三針也有機會染到 我強調染到之後 重症和死亡 的機會很小 你不打 重症和死亡的機會很大 是很大 不是等於100%不能回復 這點很重要 既然 如果這個是清零 是不可能的任務 為什麼這班專家 不向林鄭、俊賢 做不到清零的 你不需要搞一些那麼嚴厲的措施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是不是 現在真是搞死香港的 梁世偉說這個說法就是清零是不可能的任務 在政治上不正確 所以他只不過是 好像很輕輕地在電台節目說 說完就算了 不會成為特區政府很重要的政策 你對特區政府來說真的是一個兩難的 大陸 要清零 無論大陸說自己的接種率已經是八九成 打完兩針的那些八九成 打第三針的那些已經去到很多 這個數字不透明 不像英國那樣每天都公佈的數字 香港是清楚的 兩難的地方在哪裡 特區政府要跟隨大陸要清零 這是第一 他不敢抗拒大陸的措施 清零為了通關 第二 他不敢抗拒大陸 因為疫苗的接種率確實是 不夠人那麼高 不夠人那麼高 即使你說百分之百 突然感染到的話有怪罪下來 為甚麼會感染到 你通甚麼關 你不用指望 確實是不夠高 不夠高你怎樣去夠敢抗拒大陸 第二 疫苗的 可靠性有效性 成疑 怎敢抗拒大陸 根據大陸的政策 你一定要清零 一有一宗 你一定要如臨大地 戰爭狀態 打疫苗的人數又不夠多 一旦有人死 又令到 特區政府陷入一個 最大的困境 是因為這樣大量重症和死亡 所以 梁赤會說清零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如放寬那樣放工那樣 令市民能夠回復更多的正常生活 不用想 換句話 這班專家 無論你是 怎樣說甚麼都好 提出甚麼意見都好 只要你的意見是 跟大陸的政策是不同 是背道而馳 稍微要有微調也好 怎樣做任何改變也好 只要跟他的政格有不同的話 你絕對不能夠執行 所以 用壞了專家就是這班專家提出甚麼意見 根本已經是 無關宏子 完全是無關宏子 完全是沒有任何關係 最重要的是他跟足大陸的做法 如果這樣的話 香港這個黑暗的日子會有牌子 如果這個Omicron 好像梁赤會說得那麼嚴重 是空氣傳播的 不是飛沫傳播 是很容易染到的 我想問 這種收緊的措施 有沒有機會在初四之後 不要說正月初四 二月初四 三月初四 初四的樣子 都未必能夠 可以放寬 因為 是沒完沒了 怎麼辦 大家自己 如大陸的網民所說 住在美國暴走西雅圖 那天又去看籃球賽 那天又去夏威夷 那天又去吃飯 叫他吃牛扒 香港 拿回家 已經冷了 中國大陸 更加沒有 清零是不可能的任務 梁七位就說了他內心的說話 不過政治不正確 他的意見 100% 絕對不會被特區政府採納 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ge 我繼續支持我心情很快的channel 多謝你們收睇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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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gos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